种种迹象表明 这件事就是你干的 是 不是我 你在这儿气我呢 是不是 你看你 我告诉你啊 这屋没有外人 你跟我说句实话 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是 不是我 到底是还是不是 真不是我 哎 田经理 你对我是了解的 对吧 哎 街坊邻居们 你们最了解我 是不是 我照刚刚的会说瞎话吗 不能开玩笑啊 街坊邻居 再重新说一遍啊 我照刚的会说瞎话吗 会 你们说的对 你干什么吗 有你什么事在这儿 这个月你表现的可不错 这个月有可能就成为优秀员工了 加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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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可不行啊 哎呀 我的妈 我照我们这个赵副经理呢 差的那个距离还是很远的嘛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他 嗯 哼 没 哎呀 哎 赵副经理 哎 这咋的了这是啊 怎么了 你不是咱田经理的贤内柱吗 这咋的呀 失宠了 什么失宠了 还臣妾做不到呢 哎 他过来这个啊 我知道心里不得劲 可以理解 是不是 毕竟刚才田经理都说了 哎呀 你看人小脸 这个乐剧有可能登上光荣榜了 是吧 哎呀 赵副经理啊 别慌 因为你呀 毕竟照我 只差了一件好事 是不是 哈哈哈哈 看看这光荣榜 哈哈哈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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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 这怎么笑着笑着 这还跑掉了呢 哎呦 哎呦 我的妈呀 怎么了 算错了 是我差一件好事啊 哎 不是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又跑到我前面去了呢 啊 是吗 哎呦 我的妈呀 看着没 看着没 看着整那个整那个恍然大悟那个样子 你看着没 哎呀 往这看往这看 哎呀 啊 你真是心机照 心机钢 心机子啊 你什么意思啊 心机照钢子啊 你是 啊 赵副经理啊 是吗 我有那么心机吗 你看什么 干什么又来了 又整那个恍然大悟那个样子 干什么 又长又长 我跟你说 赵副经理啊 啊 你把这个好事啊 你都做绝了 你都 你说你 啊 是处心极力的表现的 哎呦我的妈呀 那家可厉害了 捡过钱捐过款 给别人修过下水管 是吧 救过火送过水 给老头捏过腿 你说你这么做 你对得起谁 我对得起谁 我对得起业主啊 那你对得起身为同事的我吗 你怎么 我没事干了呗 你说你能不能 你放慢你做好人的脚步吧 是不是啊 你想想你这么优秀 让我情和一看 你这么优秀 让我举步为奸 你这么优秀 让我怎么飞上天和太阳见面前 没事 没事 你可以潜下水和王八嘴对嘴 嗯 来来来 小脸跟你开个玩笑 我知道你为啥不高兴了 是不是想上这光荣网 嗯 现在还差一个好事是不 嗯 我来帮助你 你帮我你咋帮我呀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呀 在这个四号楼门口 我发现有人呢 就乱停这个自行车 明白了 我现在把自行车给他 我夸给他 我给他挪过来 就回来 找到了 我的妈 你疯了还是怎么的 啊 那自行车我都已经给挪走了 赵不经理你手咋那么欠呢你啊 不是我是说 我是说你那意思你 你事管的太多了 不是 这样 这件好事就算是你做的 明白不 不是 咱要把话说清楚 这事算我做的啊 我说话算数 一会儿田井里来了 你就说这个好事是你做的 行了吧 这没有 这合适吗 你我的妈呀 你什么表情啊你 我想想我就高兴 你听我的妈干什么玩意 你给我爷们一点 这里 我现在啊 我现在就跟咱们同情你 回报 都回报啥呀 我跟你说 你先别说了 这样啊 我问你俩个事啊 四号楼门口有一个自行车 你俩 我干的 真是你干的 没错 那就是我干的 那太好了 金姐找着了 来了 金姐 谁呀 谁干的 我呀 我干的 那我太确定了 金姐我这么跟你说吧 以后小区要遇到这种事 那都是我干的 那千万别感谢我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不需要感谢 为什么呢 身为一个保安 举手之劳 这是我应该做的 金姐跟你说两句 语重心长的话 你说 我建议吧 你以后的余小脸的名 就可以改了 改什么呀 大脸 看着没有 做好事你就 效果就不一样 然后把你名字一改 你显得整个人都大气了 你看什么 你是真听不明白好带话呀 在别人没有允许的情况下 私自挪动别人的私人物品 这是什么行为 什么 助人为乐的行为吧 往小来说 那就欠手爪子 知道不 往大了说 有可能都是偷 再往大了说 大了去了 你想吧 这怎么玩 我是什么时候偷的 没事 有我呢 大美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 怎么了 我怎么不对 我跟你说啊 人家余小脸做得非常好 你那个自行车 你站到了 你这话说的太有水平了 我车不站到 我站天上 那是飞机 不是 大美啊 咱得讲理 咱们社区有规定 自行车得放到停车棚里边 我 我那是临时 就停那么一小下 我又不是正式停车 我上去一下 你下来车子就没了 那也不行 你不能临时停 你爱着别人的事了 哎呦不是你停的 你替他在这说什么呢 啊 我是他领导 对 我得支持他 哦你是他领导 对 那他就是你领导呗 啊 领导我投诉他 领导 你的员工 在没有经过别人允许的情况下 私自把别人的物品给挪走了 知道吗 往小了说 叫牵手爪子 往大了说 有可能叫偷 再往大了说 那就大了去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那个 我投诉啊 金姐 我投诉 你们俩啊 我正式投诉 你说你干的什么事小脸啊你 哎进去 哎 哎什么哎呀 哎我的妈呀 让我背这么大个锅 顶这么大个雷 你也太坑人了吧 啊 那鱼啊 你放心 这件事绝对是个好事 这好事 当然了 而且他这么做是妨碍了别人 明白不 是啊 还妨碍了 还妨碍了别人 不就妨碍了我吗 妨碍了我上光上榜啊 不是 你说我这一天 我这一天 我这好事没做成 你说 还多个投诉 你说我投诉啥玩什么 哎呀 你别多想 小脸你也在这啊 小脸 哎呀 我有来事 小脸 哎呀 哎呀我求你了 你别跟着不行不行 小脸 我这工作你干啥呀 不是 呀 你咋生气了 哼 这脸都气大了 是不是赵副经理 让你受气了 赵副经理 怎么了 你说你认咋这样呢 你本来是个好人 你咋做了事 还不敢承认了呢 不是 我什么事我不敢承认呢 你看 还不承认 大妹啊 大妹 来了 上 赵刚才你 起身 过来来 干啥呀 我给你合适点事 来 今天早上 你是不是 把一个老头 放到自行车的护架子上 运出去了 嗯 没有 被你运出那个老头都 那把事让你个骨折了 你知不知道 会 蛤 那个老头是我爸 这我爸来看我 还没得进我家门呢 那把事让你给弄骨折了 你就说吧 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你一定给我说起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这么说吧 反正不是我干的 那谁 那谁干的 那个 这事是我干的 那个 但是我跟你说啊 大妹 第一我不知道那是你爸 第二呢 我就把他放在那个后车座上了 他怎么可能骨折呢 他真 不可能 我告诉你哈 有目击证人 来来你过来来来 谁啊 来 来 案发现场这位大姐 看见了 对我 我亲眼得见呢 啊 我就看见赵副经理 推着个自行车 后边拖着个老头 那个老人吧 他很难受我 哎呦哎呦的 我亲眼得见呢 撞港子 我问了啊 坑我就无所谓了 你在外面你还坑老头你 撞港子 咱你说啊 这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哎呀 这个事确实是我做的 我啊 今天本来是轮休的 不应该我上班 早上起来 我一拉窗帘 我一看今天阳光明媚 我一看天这么好 我得干点什么 完了我就出来溜达 我先溜达到四号楼 我一看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就到了三号楼 也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又溜回到四号楼 有事了 我就发现有人呢 把这个自行车 停在这个楼道门口 这不是妨碍别人吗 我刚要把这个自行车搬走 我看那边 一个老大爷咔嚓一下就摔倒了 我说完了 大爷肯定是病了 赶紧把他送医院吧 我就把大爷 送到了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放好 然后我蹬着自行车 就去医院了 我真不知道是你爸 再说了我也没想到 你爸的骨头怎么这么酥呢 没用了 我跟你说大美 我要真的知道 你爸骨头这么酥 我说什么 我也不能把它放后座上 我哪怕我自己放在后座上 让你爸爸自己的自行车都行 说什么话呢 那叔叔自己登自行车 那叔叔自己不就上医院了吗 那还隐病吗 对对对对 那咋整呢 那应该是 你登着车后面驮个我 那不行 驮着你干啥呀 驮着你大爷咋整 不行我抱着呗 手上钢吧 太不想话了 你太让我生气了 别 你怎么这样的 是是是 你知道我多感激你吗 哎呦我的妈 你会做大爷会感激 我以为你激的呢 我不这样 怎么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是是 大美我了解 他一感激他就这样 他就很防造的 赵刚子 你说 我说啥 不用谢 说 不用谢 赵刚子 这就对了吗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赵刚子 做好事永远不图名啊 不图谢 赵刚子 谢谢啊 不客气应该的 我就想问问你 你爸爸那个骨头真骨折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大美你太过分了啊 没骨折 你说骨折了干什么呀 不是赵刚子 我我知道你 你那般做好事不留名 我不用这种方法 我怎么让你承认 这好事是你干的呢 对不对 我多聪明啊 真是 哎 你也是 你说你做个好事 怎么就不敢承认呢 天经理啊 这个事千万别批批评他啊 是我的错 为什么呢 赵副经理啊 想把这个好人好事 留给我 扶着我上光榜 你脸咋这么大呢 给你你就要啊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见到荣誉的事就得上啊 上一遍 哎呦我的妈 这个是爸爸的 我跟你讲天经理啊 其实也不能光怪他 然后还有其他一个原因 我没敢说 什么呀 就是我把大爷送到医院以后呢 大爷躺在床上 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谁把我送到医院 并且救了我这条命 我就把我的宝贝女儿大美 嫁给他 哎呦 那真是不应该承认的 是不敢的 刚子 哎 我爸爸 真的是这样说的吗 哎呦 啊 那个 那个 大妹呀 你不能当真 你爸爸当时他有病 他他他说他有点迷糊 我爸从来不撒谎 蛮佩呀 就这么定了 赵副庆你只是个好人呀 大美姐交给你 啊 小脸 你又挺多 好水成爽了 小脸你看 怎么 怎么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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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整不是你留给他了吗 我可不留给他呀 可不敢怎么整 没事我告诉你 大美那自行车还在门口呢 赶快赶快点 明白 那就是跑呗 我的妈呀 哎 你脱着我小脸 弄弄我 干嘛 哎哎哎哎 那啥 你过来 啥事 咱俩聊聊 我爸说那事 小脸啊 后座是我的 给我留着位置啊 笨笨 不是 大美姐 我还小 主要是这个好事 不是我做的 那个还有地方没有 搓我一个 哎呀妈呀 他们几个男同志想太多了 我爸就是说 请他们一起吃个饭 就这样吓得想太多 我跟你讲哈 我一直就觉得 女孩长得太漂亮哈 麻烦 哎我爸叫你们吃饭呢 你们想哪儿活啊 吃饭呢